你可能会想奥运会跟房产有什么关系啊 那是让我来告诉你一些经营的事实 大家好 我是第三世界陈思理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洛杉矶即将在2028年举办的夏季奥运会 以及它将如何影响方式 这将是洛杉矶第三次举办奥运会 距离上一次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 首先呢 洛杉矶这次的奥运会将会是一个不用车代步的奥运会 没错 这个是以车文明的城市正在大力的扩展公共交通系统 计划借用三千辆公交车还会鼓励企业让员工去一家办公 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交通瘫痪 试想一下 一个没有车流的洛杉矶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这和房产市场有什么关系呢 历史数据显示 过去在亚特兰大和盐湖城举办奥运会时 当地的房价在奥运会前一年就开始巡视增大 洛杉矶的情况可能也会如此 特别是在奥运馆产会旁边的地区 例如Sophie体育场所在的Englewood 房价已经在远格上升 不仅如此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 独岸租市场也会迎来一波乐潮 巴黎再次举办的今年奥运会期间 独岸租的房源比去年增加14% 想象一下 这种需求可能会让洛杉矶的短租价格飞涨 甚至普通的房租也可能又通过短租赚得很猛 所以如果你是准备在洛杉矶投资房产获得短租的朋友 现在可能是一个绝佳的路上时机 毕竟奥运会的热度和技术设施的改进 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 还可能让你在未来几年看到惊人的房产争执 那么你准备好迎接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了吗 不管是作为一名观众还是一名投资者 这场社会都将改变洛杉矶的面貌 也可能会改变你的生活 那我们事物以待吧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点赞收藏 以备不时之需 我是第三世界城市里 帮你买房卖房 避根不踩雷 来尔湾 早哦